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做完这个视频就不做干杯了有点累啊因为一晚上没怎么睡觉好那今天这一只呢也是一样观众反馈的那做完这三个视频的会上传了那我就对我睡觉去好好那这一只的话反正就是一开始看到去查之后发现非常贵为什么因为 因为他平常他是属于那我就说类似专柜那一类价格因为我认为他价格可更便宜一半左右因为专柜本身也是比较贵嘛那这个SKB那盒子来讲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的过度包装还是一样值得批评好那笔的话首先就这样子一只笔那笔盒的话对没呃说明书好像就这么一张呃对就这么一张说明书那没什么特别 呃另外一个新墨器那新墨器可以去对呃对我拿一下我的那个施耐德的新墨秀呃新墨器吧还是 应该台湾比的话因为我印象中都是欧标为主的那我哪个施耐德的吧免得再开一个新墨器了好那现在先这只笔先讲一讲 这只笔首先这个我分量感非常重重这个真的是第一两个字一个字重 好那还是一样我们把这个笔来对比一下这个大小先那大小来讲的话 呃对因为 这一只是那skb的笔了这位观众不讲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的一只笔反正挺意外的啊非常感谢你给我推荐啊还是买回来 那首先这么去看他的一个表面处理非常的特别笔来讲的话算是偏短那但是 呃细到没有很细因为从这里的话我们看到他从这个中间这个笔呀腰身中间到笔尾部分 过度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直径 然后再下来 现在我把笔给放回去还是一样 放回去的时候那这只笔那您看到他本身的跟英雄那个或者我拿这只吧 呃跟我这只啊白乐的myu 来对比一下白乐myu他是反一个黄光的那英雄的这一只你们能看一下 反一个你看 白光的那英雄100的我认为就是说他这个金属做的最好看因为你看这个 如果他这个换成白光的是不是漂亮多我不懂为什么是白乐会这样子做一个黄光了 因为这个估计是加了一点铜吧所以才会一点黄 有一点点黄吧 呃我不知道材料的他们那个成分比是怎么样了那这点我觉得值得需要提的 那再把SKB这只一放那也觉得哇这个有点黄但是又偏黑这样子的一个质感 那笔来讲的话暂时我拿过手上的笔来讲他算是一个偏重的笔 笔的话呃真的是偏过好像是500多块钱吗淘宝上面买的但是 呃你这个就他是一家超市还是什么那样子的一家店就不是钢笔店如果正常钢笔店不会有这样子的价格 那算是一只非常非常非常冷门的一只笔 上面笔刻了一个SKB啊这样子有一点点那个细节啊不知道你们看到那尽量给你拍清楚一点反光很大那 那这个笔身的话有点凹凸的纹理摸起来还是啊有点手感还是提呃收不出那种手感反正有点纹理那种感觉 笔家来讲非常硬了基本上 已经拔不起来了 呃笔的话笔头笔头和笔尾相对来讲比较小气一点 那我觉得还是往前就整支笔出来的话就质量很够但是没有那种 庄严的那种感觉毕竟这个价格就已经是超出正常钢笔呃允许范围内的价格了 呃笔卧的话偏小真的偏小笔卧的话那那一下那M 你看就百利金M200的笔卧已经是比较小了那他这个还要更小一点对 呃所以这一支SK我就所以真的不懂为什么要做这支笔 哦好像 OK那这个有点小紧这个有点紧 呃笔的话这个必须要拿这个来讲一讲 笔卧的话有一个密封圈但是我认为那个还是不成功你看waterman我最常用的一个品牌了 两个密封圈这个是一个那虽然说价格来讲是差又差了一倍但是 我认为以SKB他的一个品牌定位来讲的话不应该 就是这个质量不应该出这个价格对太贵了真的 呃笔尖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嗯无印的吧还是一样无印的笔尖哪能看到应该两只都是一样的史密特笔尖了我觉得 呃鞋杆上面来讲没有很大的差别你看笔色也是接近差不多 而且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小洞 不知道那么我看不到屏幕 看就感觉 呃真的而且这个 这个脚的边的一个边的一个处理你看这些一处理 好像差了还挺多的这只笔就 好我有点小坑了这只啊 这只笔然后其他的我看一下 哦还送那个墨郎啊行吧 嗯 笔尖大概这样子的就正常的史密特笔尖的肯定是就是 这个肯定每家厂商的话 不管给哪一家厂商的肯定是一样的 只是换上skb的名字那笔尖上面讲也不是特别有诚意 呃 对欧标的一个欧标的一个怎么讲 呃 规格的一个口径 笔的话看一下 呃对 哇 就是对这个精度 对 真的很刚好 好 就不知道中间这么大个空间来干嘛 然后这个笔的话后面偏重 对 重心来讲有点偏透 这样子就是不太要把那他这个重心 正常会再往前一点点会好点 那拿起来反正是也还行了 这个 但笔尖有点细 然后基本上唯独最值得去夸张的 就是他这个表面处理 呃 这支笔真的 有点 如果真的要买的话 不建议 不真的不建议买skb的笔 第1个品牌魅力 价值也没到那 另外 使命特笔尖 然后就出 然后把这个成本画在这个笔杆 而且笔杆也不是特别的 大气啊 呃 我尝试一下找一找有什么优点吧 这支笔的话 好 那先上下末吧 我们来吃 好那上完末以后发现一个问题了 刚刚上的时候这个 太滑了 然后我没不太好选这个 笔握 那 所以这支笔 又发现一个缺点了 这个 好那还是一样 我们先试写一下 好书写完了 那这支笔首先这样子笔尖的其实挺不错的 跟无印的那个斜杆基本上是一样的 肯定是同一个笔尖 那 这个是f尖的 跟0.5的完全相匹配 那会再细一点 触摸来讲的话会比那个那个原子笔的还要再节制一点 但是 这支笔首先归类一下他周的问题吧 首先第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形体那很好看 但是一点都不实用 笔的这个 怎么讲这个的纹理处理啊很很用心 但是 只有这个有点真的 笔家 不太能弹 然后 笔笔头和笔尾 有点太小气了 上面也没有做什么一些装饰 以他这个500多价格来讲啊非常不值得买 然后笔握这个太滑了 你看就真的很滑 然后 沙漠的时候不太好上 另外一个笔真的太细了 呃 这样是能夹得住啊 但是 写的时候比较容易打滑 而且书写感觉来讲他笔本身偏重 不太适合长期书写 那 对总体就这样子吧 那笔的话 啊这个声音 也不是特别带感 我记得以前做过有一支笔那个这个 啪一下那个声音特别带感 但是我忘记哪一支 那所以这支笔啊 如果 真的要买的 呃 三四啊 不不胜金因为他的这个价格你可以买白了再加点可以白了的capless 低点也可以白了的74或者是 嗯 纳米对吧 纳米还能帮你矫正那个书写的手势等等的对 好那大概这样子 呃非常感谢还是很感谢这位观众啊对 好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有什么的慢慢帮补充一下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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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